诶 你知道中国平均学历最高的民族是哪一个民族吗 没错 答案就是塔塔尔族 中国塔塔尔族中高级知识分子占总人数的7%左右 在56个民族中所占比例是最高的 而且整个民族在平均受教育年纪也是位居首位 即9.78年 塔塔尔族人最喜欢的职业有两种 医生和教师 历史上几乎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有塔塔尔族人担任教员 作为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 教育却遥遥领先 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 如果有讲到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理性指振 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沙俄塔塔尔的工商也快速发展 一批商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塔塔尔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改革 引入新式教育 1910年 沙俄调查塔塔尔人情况是显到 塔塔人的学校教育发展很快 学校都是靠社会捐资建立起来的 在达达人中可以说没有人不识字 俄国陆续迁入我国新疆等地的塔塔尔人 数量虽然不多 却因其崇尚教育和原谅传统 还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 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当地近代文化教育事业 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880年 伊利塔塔尔学者和富商自仇自惊 在伊尼开办了一所私手 招商当地塔塔尔族子弟和其他民族的孩子上学 1882年 原有的四处学堂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1885年 一位名叫卡宾托夫 西普尔丁的塔塔尔夫商兼学者 在伊尼建起了卡西弗利学校 学校的教师多来自俄国喀山 乌法和奥伦堡 基本采用喀山等地的教学方法 这使学校的教学活动初步具有近代世俗教育的系统化和正规化 1910年伊利塔塔塔尔族学者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人士 再次掀起普及科学教育的略潮 他们认为护士子女的培养与教育就是等于护士的未来 女孩也应当同男孩一样接受教育 因为今日女子乃明日人母 是后代的第一任启闻老师 若他们为文盲之辈 则无法惦记民族未来动良之根基 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之下 许多塔塔尔商人以及社会知名人士 官府上层人士积极响应 捐款捐物 并特地从喀山聘请教育界民师人教 很快就建起了伊犁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堂 取名为麦克提布努尔 以为曙光学校 伊犁女子学堂是当时新疆 即俄署中亚地区唯一所称规模 称建制并舍有初中部的女子学堂 甚至在当时俄国塔塔尔族区级地区也不曾有过 这在当时新疆试图教育仍然在一定程度上 受随于封建宗教势力的不利条件下 无疑是石破天津的壮举 消息传到俄国喀山等地后 舆论反应强烈 俄国塔塔尔杂志号召向中国塔塔尔族学习 伊犁女子学堂不仅招收了塔塔尔族的女子 也招收了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乌兹别克族 科尔克兹族 回族 西国族等民族的女学生 甚至还有几位汉族女孩子在该校就读 仅这一点 在当时的社会上也是十分难得的 塔塔尔族不仅自身重视教育 而且扶持兄弟民族 文化教育事业向上发展 自1880年 塔塔尔人打破重重封建宗教势力和迷信思想 在伊犁创办第一所四书学堂以来 其开办的各类学教越来越多 这些人在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之后 在各自从事的领域和行业中 大多成为骨干力量 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进步 做出了宝贵的构险 塔塔尔人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 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它不仅属于塔塔塔尔人 也属于中华民族所有成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